內地一個表明不請河南人和東北人的招聘廣告 近日在網絡引發熱議 虽然地域歧視可能會觸犯法律 但不少人認為情況在社會上普遍存在 短時間內難以消除 親國楊報道 近日網上流傳一則招聘廣告 說要請一個家用 但在儘管上有一項要求 就是不要來自河南和東北地區的人 即時引起很大爭議 地域歧視再次成為焦點 類似的爭議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兩年前一名來自河南的女人 在浙江求職被拘 原因就是三個字 河南人 他不分告上法庭 最終獲賠償一萬元 就連內地網絡影音平台愛奇藝 一百年的時候 同樣被爆出要求人事部 在招聘的時候盡量篩走河南人 遭到大批網民指責 幾年前曾經流傳一幅上海人眼中的中國地圖 其中河南人就是騙子的代表 而東北就充斥著各種暴力犯罪 反映不少人對不同地域的人 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 而且往往都是負面的 有內地法官說 類似的歧視行為在各行各業都存在 應該研究怎樣立法盜絕 在就業領域不合理的區別對待 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存在的事情 那麼我們法律應該對這種歧視行為 歧視鮮明的予以否定 對受到侵害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內地暫時沒有專門針對歧視的法律 但文法典規定公民的人格權受法律保護 任何組織或個人不能侵害 人格權就包括了人格尊嚴 而地域歧視就涉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 是一種犯法的行為 所謂地域歧視其實在社會上亦都普遍存在 例如北京人、上海人會歧視外地人 經濟較強的南方省份普遍歧視北方 有網民說 雖然以偏概存的地域歧視不正確 但相信短時間仍難以糾正 有線電視記者陳國陽報導